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科技领域 超级计算机虽然看起来遥不可及 其实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几年之后 在中国很有可能只花一半的价钱 就能买到高性能的汽车 这是因为在汽车研发领域 中国也兴起了大规模的仿真计算 它让整个汽车产业的研发成本减少上千万元 与此同时 它还让新车设计的时间大大缩端 车体结构优化大幅度提升 换句话说 它让汽车变得质优价廉 让人们的出行更加舒适 其实不仅是汽车 中国的许多产业领域都在发生类似的变革 无论你何时身处何地 需要救医时 都会有资深的机器人装客医生 快速给出精准诊疗 当你走进电影院 会发现画面效果越来越逼真 观影体验越来越震撼 这一场变革源于中国领先的超级计算机技术 真想不到冰冷的大机柜抽象的数据库 枯燥无谓的信息计算方式 竟然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 甚至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超级计算机究竟将如何让中国人的日子 越来越舒适与便捷呢 汽车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普及 截至2017年底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两亿 与此同时 汽车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 出行安全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问题 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汽车本身的安全性 每款新研发出的汽车 在上市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 而检验一辆汽车的安全性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碰撞测试 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的实验室内 一个准备数月耗费上百万元的碰撞实验 马上就要开始 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我看这个上面有两条这个线 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两条线是我们用来判断我们整车的这个判断位置的 先这条是我们车辆的一个中心线 那么这条是我们一个40%车辆宽度的位置的一个标识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大数据的一个统计结果 我们一般的驾驶员在发生事故过程中 他不会直直地撞过去 有些驾驶员本能的话他会打下方向 两台车它之间就是有一个相互重叠的部分 那么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来看 我们发现那么造成假人或者造成成员伤害比较大的工况 一般都是这种40%的这种重叠的情况下面发生的 所以我们做的研发实验会考虑这种典型的工况 碰撞试验通常有正面碰撞 偏致碰撞 侧面助碰等等不同的工况 每次用于试验的实车一次性报费 而每次碰撞用车的制造成本就将近上百万元 这样下来 每年用于实际碰撞的费用就高达数千万元 今天做试验的这款车已经接近量产 虽然成本降低 但是依旧价格不菲 用试错的方式一次次进行实车碰撞 成本实在太过高昂 如今以超级计算机为平台的仿真技术 逐渐开始大规模应用 造价高昂 费时费力 这些汽车研发中令人头疼的难题 迎刃而截 这是一个三维模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仿真的一个过程 这个模拟一个真正的车 开始发生碰碰的时候 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它不是一辆真正的车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惨烈 我看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已经变形得很严重了 那这个仿真结果是不是在给我们研发人员提供一个指导 就是说要把前面的这个部分做得更牢固一些 不要让它再出现事故的时候受损这么严重 那么对车一个好的设计 就是有些地方要尽可能的不变形 有些地方要尽可能的变形 哪些地方是不变形 哪些地方需要变形 比如说我们说的通俗说的门框 我们叫A柱B柱 这些地方就尽可能的不要变形 因为这个成员在里边 我们不管它自己想跑出来 还是我们把它救出来 要打开门的话 这可能就不要让它变形 虚拟仿真 借助超级计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 将真实世界中汽车碰撞 整个复杂的物理过程浮现在计算机上 通过计算机上的操作计算 代替实际碰撞 为了验证这次超级计算机 以虚拟仿真的准确性 工程师们今天要做一次 正面碰撞工况下 车体结构安全性的真实碰撞 今天的乘客是测试假人 车内乘客的具体受损情况 需要根据假人的伤害值进行判定 可不要小瞧了这些假人 他们的身价可是高达数百万元 他就是有弹性的 对 我们可以看他的手 你看我可以这样跟他握手 他的手指是很软的 有点像我的手指一样 对 是特意要做成跟我们人类 很相近的这个样子 对 那么整个假人实际上可以看到 他的关节各方面 都是跟我们整个正常的人体 都是一样的 那么他的结构皮肤 都是根据我们人体生物学特性 那么来做的 他的车身的表现才能更为贴近 我们真人在车身的表现 它大致有多高多重啊 这个应该身高应该是在175公分 体重是78公斤 那就是比较标准的身材 比较正常的身高 对 就取一个平均值 对 这样的假人 对 为了准确记录碰撞过程中 假人的受伤情况 工程师们在假人的身上 布置了非常多的传感器 用来采集身体各个部位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受伤害的程度 这些数据 对于最终汽车安全性的评估 至关重要 这次参与试验的测试假人 从头部 颈部 腹部 到大腿 小腿等 一共安装了30多个传感器 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呢 其实它已经是一辆实车了 它的内饰 座椅 包括还有这个车载电视啊 和真实的车是一样的 但是呢 不同的是 这辆车上多了一些线数 为了做实验用的 同时呢 还多了一些假人朋友 比如说驾驶员 还有我们刚刚看见的副驾驶 那么这两位呢 都是男性 那比较不同的 就是我旁边的这位假人朋友 他呢 年龄是在15岁 体重不到100斤 他坐在我旁边 可以感受到啊 非常的娇小 那么为什么选择 他这样的身材 坐在这里呢 其实是想考量 当出现了安全事故的时候 这样小的人 在安全气囊 和这个安全带的保护下 如果不出现任何问题的话 那我这样的成年女性 可以说就是非常安全的了 那么一会儿呢 这三位假人朋友 就要在这个车里面 代替真人来做这项实验 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身体内的传感器 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碰撞试验的准备时间 虽然长达数月 但是碰撞瞬间 仅仅发生在0.2秒之内 为了能够清晰准确地 记录下碰撞发生时的 整车变形情况 以及车内所有成员的运动姿态 B站上下左右各个位置 以及车内一共安装了 10台高速摄像机 这些高速摄像机 一秒钟可以拍下5000张照片 测试马上开始 我们站在B站斜上方的 二楼观察 通过牵引系统 汽车将会以每小时 64公里的速度 正面撞向B站 倒计时响起 测试正式开始 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车子左前方一部分车体 瞬间碎裂一地 这边是地上全部都是碎片 这是挡方玻璃吧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前大灯的玻璃 前大灯的玻璃 对 那这个地方相当于已经缺湿了 对 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正面 实验过程中经常常见的 也是我们正面新能结构 应该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一下这个驾驶室 很轻易就打开了 看一下这个驾驶员的环境 那它的环境也是 没有受到挤压的 比较完整的 所以说它是安全的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阵碰的过程中 我们最为强烈的是要保证 整个成员上的一个生存空间 汽车的车身主要由板筋键构成 发生碰撞时 受到强烈撞击的板筋键会发生变形 这种变形能够吸收撞击发生时产生的大部分能量 从而为乘远舱提供尽可能的生存空间 所以结构变形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合理定量的变形程度 就需要计算机仿真来实现 这个实验从目前我们现场能看到的结果来说 跟我们仿真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整个车身的变形模式 包括假人在车上表达在姿态 以及一种产品的表现来讲 跟我们仿真是一致的 通常碰撞实验后 工程师们还要花费两三天时间 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而仿真计算在十个小时内就能得出结果 经过比对 这次碰撞试验的结果和仿真计算高度一致 从以往经验来看 与实际碰撞对比 计算机仿真的精度可以达到90%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碰撞中整车的基础结构件 以及车内成员的运动姿态 这些细节都在工程师们的预料之内 比方说这样一个衡量 你看我们在仿真设计完了以后 你看这是最初的状态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碰撞的过程以及最后变形的状态 你看这是最终的变形 这是那衡量吧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构 你看发生了一个我们叫非线性的大变形 那么现在的仿真技术就能够实现 对它整个这样一个变形的 比较接近真实的实验结果的 这样一个仿真计算 在汽车制造的过程中 往往伴随着精细的加工和零部件装配 针对汽车内外两三万个零部件和复杂结构 一个细小的错误 就可能导致车体结构偏差 造成反弓等巨大损失 计算机仿真可以在计算机上 将汽车任意截面剖开 观察内部零件的变形情况 对复杂的车体结构中 任何大小结构或者零部件 进行模拟仿真 快速修改材料和模型结构 对多个方案进行优化选择 当仿真技术遇上超级计算机 有效缩短了新车研发的开发周期 同时也大大节约了成本 同样开始新时代的 还有人工智能 伴随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人工智能 时代的来临 各行各业都在经历 颠覆性的巨大改变 周一上午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最繁忙的时候 这里是国内领先的眼科中心 也是中国唯一的眼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 前来求医的眼病患者 这家医院的接诊量非常大 平均下来每天每位医生 需要接诊上百位病人 这样下来医生就会觉得 非常的疲惫 不过最近这里来了一位 不会觉得累的超级老模 这里就是他的办公室 人工智能机器人门诊 我们进去先问候一下 这位机器人医生 中等身材 双手碰着一个显示器 这个机器人医生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他跟资深专家一样 有自己专门的诊室 和人类医生双双出诊 独立诊断 要使机器无限接近人类的思考能力 就要模拟人脑神经网络的算法 从大量的样本数据中 自主学习获得经验 人类大脑大致有一千亿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有大约五千个神经突出 人工智能模拟人脑 就要模拟出更多的神经元和神经突出 只有在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平台上 才能实现 但是眼睛毕竟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机器人的诊断能够让人放心吗 这是在给这位小朋友做什么检查 这是在给我们的孩子 做一个眼前段的照相 就是给他的眼睛拍一张照片 你的照片已经打好了 谢谢啊 打好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把它交给你的那个 看诊的医生 马上看到你的照片 会知道孩子的情况 先去给医生看 那那个机器人医生那里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这个信息 他同时同步就会接收到这个图片的信息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他的分析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先跟着小朋友去找医生看看 张欣于医生行医二十年 具有丰富的白内障诊治临床经验 他仔细查看了裂隙片之后 给出了双眼精壮体核性浑浊 建议实施白内障手术的治疗方案 而在医生问诊的同时 机器人医生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诊断结果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小朋友的 中家宣这个报告 给打印出来的 他是患 左右眼 双眼都是有这个白内障碍 那是比较严重的 稳住情路比较重 范围比较大 我们机器人医生是建议他做手术 他有这个病例报告之后 就可以做安排下一步的这个治疗 医生看完之后给他是病例 在病例上记录 他呢是出一张这个报告 然后在报告上说明情况 他的这个诊断的结果和人类 医生诊断的结果像不像 他诊断结果我们就开诊以来 到目前为止 一次性非常好 我们大概五月份到现在的接诊 说的病例都是百分之百吻合的 一个眼科医生通常要经过 数十年的临床诊断 接诊几十万个案例 才能成长为优秀的眼科专家 而机器人医生 借助超级计算机 能够把所有资深眼科专家 多年积累的优质经验数据 积累起来进行学习分析 虽然仅有一年的治疗经验 但机器人医生已经达到 有15年临床经验的 专业级眼科医师的水平 从2017年5月 林浩天教授带领团队 成立全球首个人工智能眼科门诊以来 机器人医生接诊人数 已经超过3000人 没有一例漏诊 对白内障患者的诊断正确率 高达百分之百 并对百分之九十七的患者 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方案 那么这位机器人医生 究竟是如何砍病呢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拍完照片之后 他就自动擅传到我们机器人这里 比如我们就选定这么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就打开这里 然后他就是分析过程 实际上就在擅传到超算中心 这么一个过程 预算完之后就返回来 告诉这个患者 他的一个诊断的整个建议 还有他病情的情况 就现在这个过程 他就在快速地计算 对 快速计算 那一般情况下都是十几到二十秒的时间 他就能完成这个过程 原来机器人医生神秘的看病过程 就是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过程 眼睛作为体表器官 很多眼科疾病通过图像就能诊断 依托超级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 机器人医生能够在极短时间内 对图像数据做出主确的诊断 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 中国的白内障患者超过七千万人 但是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 只有2.8万人 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 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 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 要实现医疗资源的最大化 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医疗改革的 重大突破口 基于超级计算机的人工智能 拥有自主学习能力 所以机器人医生的成长速度 比任何一个人类专家更快 诊断也更加准确 目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人工智能已经连接 广东省内外上百家基层医院 未来更多偏远地区的眼病患者 不出家门就能得到机器人医生专家级的诊断治疗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人们在电视剧电影中看到的画面质量越来越清晰 尤其是3D电影 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和逼真场面 更是为观影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 能够身临奇境般体验如此场面 背后的最强大脑就是超级计算机 电脑中播放的这段动画场景宏伟 同时动画里面的人物也非常逼真 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细微的面部表情和飘动的头发 这样一段动画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复杂 我们刚刚在那段动画里面看到动漫人物 做了很多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先到这里来看看 这里是动作捕捉室 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动漫人物的动作 要先在这个房间里面 由真人的演员先表演出来 这位演员现在正在表演 动作捕捉室的光线很暗 这是因为他们要捕捉演员身上的反光材质点 这些白色球状点是动作捕捉的关键点 演员根据剧情表演出动画人物的所有动作 由环绕四周的摄像头捕捉这些点的运动轨迹 动画人物由此才能真正动起来 为了验证电影制作中如何利用超级计算机复原动画 记者和演员依照一段剧情进行了表演 我们拿什么反击 我们怎么不能反击 我们必须要开始反击 我们已经被撤毁了 连他生死不明 我们都被斩飞 我们拿什么反击 我们撤吧 撤 撤在哪儿去 你为什么待在这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这是我们的战争 如果你不想跟我一起反击 你就走开 走开 起来吧 辛苦了 大胆 我们刚刚演的是哪一段 我们刚才演的就是一个 天河战役的其中一场战争 然后我们战败了之后 跟队友的一个冲突 刚刚你的这些动作就会被记录下来了 就被记录下来 然后会导入模型那边 就因为我的搭档刚穿了这一身衣服 所以他的那些动作就已经都被记录下来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到那边 那个电脑里面去看一下他刚刚的那个运动轨迹 动画师将捕捉到的运动轨迹 动作套在动画模型上 演员的所有表演就被完整还原到动画人物身上 三维动画制作周期长 前期设定 配景 动画 特效 渲染 合成等各个环节 其中渲染就占到总耗时的30%左右 因此节省渲染时间就能大大缩短制作周期 降低人力财力成本 2009年震撼全球的科幻电影大片《阿凡达》上映 这部电影最引人关注的 不仅有惊人的票房收入 还有超级计算机 支撑全片长达一年多的画面渲染 如果是普通计算机 大概需要在系统不出错的情况下 连续工作一万年才能完成 这位动漫人物他的动作 就是今天我们在那个动作捕捉室里面 演员的表演的动作 对 对 现在我们已经把动作演员的动作 全部还原了出来 他们当时是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这里在击动的时候 然后挨了一巴掌 对 包括他们在推杀 击动的情绪全部都表达了出来 这个一共10秒钟的动作 然后我们可能在动作表演的时候 就花了几分钟 但到了我们渲染的这里 可能就一共有10秒钟 每秒钟有24分 然后我们每一阵可能渲染的时间 都渲染那么半个小时20分钟左右 所以说我们把整共渲下来 这10秒钟可能就需要 需要发挥到100多个小时 我们用操算号 我们刚刚就只花了 30分钟就把它渲染下来了 那节省了很多时间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完成100个小时 是4天的工作量 对 对 对 没想到记者参与表演的一段剧情 不到半天时间就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动画片段 高效制作的背后是超级计算机 为动画渲染提供的最强有力的支撑 随着超级计算机能力的不断提升 也许未来电影制作方式会大大改变 也会涌现出更多像阿凡达一样的 史诗级科幻神作 超级计算机称得上是电脑中的巨无霸 科技中的先行者 在中国很多个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的 超级计算机里 日夜运行着全国各地发来的运算指令 不论是交通出行 生物医疗 还是假装设计娱乐电影 超级计算机正在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智能 便捷 科技创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看军用技术新的发展方向 新一代火箭技术能否约与成功 敬请收看系列片 大国基业中国制造 第九集 人定盛天 第六集